还有这个也是相当惊险 这是台中风源这个装修的承包商 好 承包商呢 他当初承包透天错的翻修拉皮的工程 结果他独自一个人呢 在二楼厕所打砖墙 打到一半突然整个呢 砖瓦崩塌下来 击中他的脸部造成当场失血过多 四十分钟之后才被其他人 发现送往医院 目前仍然在抢救当中 王姓承包商被发现 导温的地点就在二楼的厕所窗户旁 施工到一半的电钻还留在地上 他被发现时已经是全身冰冷 有听到有发热 有听到有什么拐车吗 没有 没有 要这个看起来 都没看他去爬 大面积崩塌的砖瓦疑似就是元凶 砸中陈包商的脸部 害他失血过多 宋义还在抢救中 而这栋四层楼高的透天错 男子陈包拉皮工程 上午他一人独自在二楼敲砖墙 其他工人则在一楼施工 陈包商在被砖瓦砸中后 事隔四十分钟才被发现 打扁的堂子 打扁的堂子 王姓陈包商已经有多年施工经验 是中皇老手 到底现在因为地基不稳 导致砖瓦崩塌害人 还是有其他原因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了解 最终的城市园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